我是杰西 切西谨慎 组织刀某 这把的运气还算不错 军事据点竟然刷在了防空洞区域 方圆500米内的一草一木 可以说是熟悉无比 抢下宝箱 绝对是轻松加淡定 距离开启还剩四分多钟 小琪 你先去卫星楼搜索物资 我去占领狙击位 姐妹俩互为鸡脚之势 要是敌人送货上门 那就让他们尝尝咱们的交叉火力 有车声 发现目标 一匹小小的独狼而已 签收这个快递 可谓不费吹灰之力 不得不说 今天的军事据点有点邪门 搜了半天 竟然一把阿卡都没能捡到手 斯嘎的威力有些不足 得尽快换把枪才行 小琪 你上来守住这里 我下去碰碰运气 哎呀 捡藏在这里 我说广子同学 你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 慢着 有脚步声 没错 就在下面 那里是狙击尾的视觉死角 不得不说 你还真是有点小聪明 三级头 无人机 单兵雷达 看样子 这是一位小富婆呀 明白了 这个家伙一定抢了洋房的密室 然后先来军事据点捡个便宜 贪心不足 蛇吞象 这个教训你可得记住才行 此时安全区已经刷新 新轮的超级武器点也已经出现 距离最近的就在农场区域 没说的 咱要去凑个热闹才行 奇怪 咱们有架直升机漂浮在空中 竟然一动也不动 情况不明 不宜强攻 小气 咱们先去对面房区 探探动静 前方有危险 看到了 直升机竟然停在了水塔上 这么说的话 下面一定有人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们尝尝 把被A打斑的威力 无人机 算了算了 击倒两个 干掉一个 这帮家伙竟被吓破了胆子 安全区外不钢枪 那可是战场铁律 有缘的话 咱们决赛圈再相遇吧 什么情况 一时没留意 游巷已经见底了 看样子 得赶快换一了才行 慢着 导弹的声音 前面有人 不错不错 正好一人一个 此时 战场上的对手 仅剩十几个 然而情况 却有点不妙 前面是一片空地 无者无挡 要是有人埋伏 那绝对是活靶子的节奏 没办法 看来得尽快找辆车才行 咦 好像有车声 关键时刻 既然有人主动送车上门 不得不佩服我自己的运气 虽然已经爆掉了一个轮子 完好度也只剩50% 但赶到安全区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 小七 猛踩油门 放弃刹车 咱们走起 你怎么绕行房去 小心有人 糟了 此时此刻 火箭弹距离车尾 大约50厘米 飞行轨迹 与车体水平面的斜度 约为30度 考虑车速 以及行驶方向等 综合因素 甩掉它 绝对没有问题 小七 考验你的时候 到了 千算万算 将忘记了剑兽的威力 当然最重要的 还有小七的坑人的属性 唉 我这该死的运气 我是杰西 我会再回来的